七月十二日 台湾学习Nono 与小十五岁的交期 朱海军举行婚宴 岁遇上台风轿局 但仍包括有小猪罗志祥 王彩华 杏等众多演艺圈好友 风如祖到场祝贺 并找来欧帝和吴克群 担任伴郎 Nono探言 这是自己出道以来 最紧张的一天 除了是取得美娇娘的正常反应 不知还有 被两位帅哥伴郎 抢压风头的缘故呢 找两个比我帅 对啊 因为空格不一样 已经结婚了 哈哈哈哈 对 然后对 我身边的一些什么 对那个 马国贤啊 对 就是张克帆 就是也叫他们减肥 也还没收下来 所以礼服也穿不下 对对对 那我想说一生一次嘛 至少画面好看一点 哈哈哈哈 在我们戏里面 Nono哥今天最帅 对啊 都敢结婚了多帅啊 对啊 是真的 是真的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结婚的时候超级帅的 帅 真的啊 你刚结婚的时候 很man 有那种法国帅哥的感觉 这一文还真是罗曼蒂克 不过现场以小猪为首的这帮人可都是搞怪细胞旺盛 可得小心别被他们破坏美好画面哟 没有啦没有没有 我今天是祝福的 因为我觉得平常已经整过多了嘛 平常是你整过比较多 也还好啦 在我家门口 那当鬼吓我 哈哈哈哈 但我觉得在今天我也可以看得出来到底 nono的好人员到底怎么样 是哦 因为大家都会在台风店在家里守着啊 或者是 嗯 你都来了 对 所以代表你的人员 就真名一切 你的人员真的是非常的好 是不是 风雨同路好招头 祝一对新人 新婚快乐